你会有什么样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 各位 你们看 一塌糊涂 乱七八糟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衣服 我们Cherry的衣服 衣服 然后 昨天就是收拾这个衣帽间 然后我们的衣服现在是 这样子挂挂着 然后我们又买多了另外三个 要这样子放放放在这边 就是这三个衣架 所以现在我们的家是 非常乱的状态 因为我们昨天 就是这个衣架昨天才到嘛 因为是从淘宝订回来的 然后 到了过后我们昨天就要 打算收拾 可是收拾到一半 然后时间就很迟了 所以我们就 停了 然后我们就去睡觉休息 然后等一下要继续收拾这些衣架 还有啊 衣服不只是你们看到的这一边 嗯? 开 OK 你们看 这边还有两袋 哈哈哈 够力哦 跟Churri两个人的衣服 哇 蓝耶 我来算一下总共有几包啊 一包 两包 OK 3 4 5 6 7 8 9 10 然后这些都是衣服 然后这边全部要整理 非常非常乱 因为之前我都忙到连 发影片的时间都没有了嘛 所以这个Store room 这不算Store room啊 这个是之后Churri要拿 要拿来 弄成他的 布置成他的工作室 就是他自己的工作室的 只是 我们搬进来了 差不多4到5个月 然后一直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东西 因为 很多很多东西要忙 很多所需的事情要忙 然后现在终于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我们可以安排一下我们家里的布置了 嘿嘿 各位 昨天我订的iPhone 13 Pro到了 我选择的是这个 黑灰色 然后这个是iPhone 13 Pro 然后是512GB的 因为我 因为在市场上其实都断货嘛 就是要买也买不到 然后要跟官方订的话 要等至少一个月 然后他才会运输到你的家 然后我这个是透过我朋友 他没有管到买 可是 呃 因为这个iPhone很强 很多人强嘛 所以他的价钱就被炒到比较高一些 然后这一家iPhone 13 Pro 512GB 官方价好像是6299 如果没有错的话 可是我现在买的这一家是7050 所以就是比市场价贵了 差不多700块左右 可是 OK啦 因为最近工作需要到手机 然后我现在用的这家手机呢 是很久很久之前的 这个是iPhone iPhone X 这个不是XS哦 这个是iPhone X 这个至少都有 4年吧 4、5年 这个是在4、5年之前 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有一部影片 是抽那个 十元贩卖集抽中的 就是这一台 我用到现在 然后一直以来都没有换电话 所以 It's time OK 现在 Terry来楼下 载我 然后我现在要跟他去吃个午餐 吃了午餐过后叻 我要顺便买我的那个 电话 新手机的那个 防爆膜还有手机壳 因为 那时候我跟我朋友买那个电话的时候 刚好他的电已经没有 防爆膜跟手机壳的货了 所以我就要去外面的 手机壳店去买 包裹 定的东西终于到了 然后Terry在那边登国了 哈哈 欢迎来到我的Vlog 我本来升级了 因为 哇 因为我也是 很厉害耶 因为我是个地区 我是生活的 所以版权这种东西就很关键 很棒 不可以随便开哦 有一点 智慧 有一点知识的这个 虽然我是Full Time YouTuber 可是他有Full Time YouTuber的Sense 我有 我有 我是Full Time Driver 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一行吃个午餐 OK 现在 我们要前往去观蛋 然后我们这一趟去观蛋 也是 Business Trip 就是有一些项目 所以要过去观蛋那边找朋友 谈一谈这样子啦 然后我们这一趟的旅行 这一趟的观蛋之旅 有我 有Cherry 还有 Benny 哈哈哈 哈哈哈 OK Cherry 狗一起去 因为他也是 这个项目他也是有一点 没有 我是负责驾车 可是司机的来不掉啊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其实我们已经开 已经开到一半了啦 就是 还剩下差不多一个小时半的车程 所以我们预计到那边 差不多四点半这样 OK 所以现在就先开车啦 不然我们又延迟要到那边的时间 然后我最讨厌就是开长渡车的时候 下雨天了 很闲 然后你们就看 这个天色 哇 再加上我昨天 睡眉又不是很足哦 然后这样的天色真的是令人很想睡觉 他们两个就爽哦 有人睡觉 他这个人啊 带Lens很多问题的 就是一下子叻就讲他的Lens 啊他的Lens是他跑去眼球里面 然后一下子他的Lens掉了 他自己也不懂了 然后他就讲 我有点晕晕这样 有点晕晕 然后 然后 到了十多二十分钟过他才 这样子 他才发现他的Lens掉了 你们看啊 你们带Lens的人啊 会 自己Lens掉了 然后自己不知道了咩 你掉了你的眼睛一定是蒙掉了嘛 可是他不知道了 他就讲 有点晕耶 我应该是不够睡眼神 很老秀 因为我不要驾车 所以我的Lens掉是有安排 OK 所以 Let's go OK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观蛋 然后我们在这个Hotel这边 在办着check-in的手续 Larry在办着check-in的手续 蛤 跟你要请我住这一晚 可以啦 没有问题啦 然后 我们这一趟 因为我们来这边不是来玩 也不是来 也不是来旅行的嘛 我们是一个 business trip 我们是来谈一些 项目的 所以 酒店方面咧 我们就比较迁就迁就迁就的住一晚 所以 我们只是住了今晚 然后我们明天就 吃个早餐 然后我们就开车就回家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 等一下要看看这个Hotel 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小姐你怎么一直黏住 我咧 你怎么一直黏住 很累 好像有吸铁这样吸住 吸住 吸住 等一下我要上气了 蛤?上气? 那个电影啊? 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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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可以垂头 嗯? 什么垂头 因为它变垂头上气 哈哈哈 OK 我们现在已经check in了我们的酒店 给你们看看一下我们的酒店是 怎样的样子的 OK 这个是门口 进来 OK 就是一般的酒店的那个格局啦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间厕所 喂 好像是Terry在叫我们是吧 喂 哈哈哈哈 我来介绍房间 OK进来吗 进来请进 OKOK 一百块 一百块 故意有 你们搬出了Terry吧 我进到一起 然后 这边是 哦 从哪里很滑沙的这边 然后不一样那边 然后 马桶 你那边不一样咧 感觉不一样 去你那边看一下 欸我拍完这边先 然后就来这边 喂 就是这样子咯 OK 一目了然 一眼看完就是一般的酒店的格局 但是Terry讲他的房间不一样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没有开灯所以看起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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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吗 是一样啊 一样啊 一模一样 是一样的基本上 只是相反那个方向嘛 对 是一样的 走啊 走 去哪里 去 去找gym room来健身 OK 现在是第二天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边的工厂 然后给你们看看这个工厂 都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啦 OK 里面有放很大的那些货物 So 你们可能会好奇 我们 我到底这次是要做什么东西咧 我相信很快可以跟大家公布了 OK So现在我们先进去 再继续的 mitting一下 OK 现在就进到来里面了 然后 现在是 我第一次来他们的厂 然后 来厂观一下 So 等一下我们就要 进去mitting room 就是 开会讨论一些东西 然后 这边有个 这个什么 OK 这边有很多你们熟悉的牌子 像这个 呃 车子啊 然后这个是 尿片 这个也是车子 So 有很多不一样牌子的车子 然后这个是 杀虫剂 Reset 蚊子无积可乘 无处可躲 哇 这个 还有很多很多 OK 比如说 Mr.Muscle 然后 很多都是 啊这个是 车的相经 那个 Great OK 等一下的过程我应该不会记录太多 因为 不是很方便记录太多 然后 我等下此一些会再跟你们update 很喘 一边走路一边讲话真的很喘 蛤 嘿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OK 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地方是 其实我来过很多次 这样子的地方 但是 但是 我自己从来没有试过一次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是洗脸的地方 就是Facial 然后 每次都是我带Cherry去洗脸 OK 然后 我自己啊 这样多年了 二十多年来啊 我自己一次都没有洗过 我都是在家用 他皮肤太好了 他不需要了 我都是在家就是 冲凉的时候 用那个洗面霜洗脸 如果是这样来做Facial 给人家积黑头 积痘痘 这个我是二十多年来 一次都没有试过 所以我不懂是 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Cherry就是每次跟我讲 很痛 然后我对这个东西有很强烈的阴影 可能这里的技术不会啊 因为 因为我的家喔 是三十块这样啊 我不会把它剪到你 蛤?三十块咯? 给你们去看看现在小明在洗着 来 不要 不要 我不会怕啦 我每次看你洗我哪怕 看你洗到你的脸 全部洗出来这样 你不会 快 快走走走走 我去看小明一下 OK 小明在那边洗着 明太 还OK 嗯 你很喜欢我看你 It's good 然后这边是除了洗脸之外呢 他还有帮人震骨啊 这个位置是震骨 这个位置是震骨 这边 震骨 然后还有做一些其他的服务啦 就是洗脸啊 然后挑你的脸的脸型啊 然后震骨啊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啊? 还有就是那种小微震那种大震啊 对 今天大家讲总是关系到美的他都做就对了嘛 OK 现在轮到Iron 20多 你的第一次 20多 OK 不错啦 你的皮肤状态 所以有血吗?我的女 血有多 那个浅是一饼酱 所以你的第一次体验怎样? 要睡觉 要耍 要耍 你的盒子没有给你那血 OK啦 等他啊 拍完再讲感受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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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拿高 然后相信啊 诶 要先拿高 OK 他再洗完点了 好 现在要做什么啊? 因为我的脸部有点下垂 所以要做脸部体拉 对 然后现在我的背后放到一块板 然后这个板等一下一开就会说点 哈哈哈哈 你发现你有点瘦了是不是 瘦 现在我忘记拍在左边右边那边 好明显了 你看 我们看现在跟刚才就看得出了 OK 哇 现在已经洗完脸了 不懂你不懂有没有觉得我的脸比刚才亮了很多啊 我是 我们都是觉得有啊 他们也是觉得有啊 就觉得我连整个精神去这样 整个荣光幻发 哇 太舒服了 整个脸滑滑像磨皮效果这样 没有人会讲 你觉得按的时候痛不痛 哦 按 因为你有怕痛吗 随便你按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按嘛对不对 刚才我就有讲我是第一次洗眼 刚才按的时候有一些部分会痛 可是还是可以忍耐而已 啊 就闭直的时候 按闭直的时候 会想到一直 会一直想到打喷嚏 对对对 我跟小明都会啊 那先打喷嚏 好 好